这个颜小节我们可不可以念些什么经义师傅 颜小节实际上刚刚师傅说了 主要问题还是要烧小房子 多放一点在那一天烧小房子的话 效果会特别好 哦 明白吗 就是说颜小 我明白师傅 是颜小房子吗 记得要经测 自己要经测啦 自己打开的孩子啦 给父母亲都可以 也就是说这两天稍微 稍微积攒一下 放到初十五来 就是颜小节来稍比较好 因为颜小节会有很多菩萨下来 这些天官还有很多的菩萨 他们专门是管人间事情的 嗯 很容易消掉 很容易消掉你的业障 你听得懂吗 嗯 那那个颜小节我们还要念一些 功德保善神咒还用念吗 要 如果你这个人平时做了很多善事的话 一定要念功德保善神咒 嗯 还有精神低神咒 哎 社长你好 你好 你好 我请下一些问题啊 当然 现在我们开始一下这个 这个十五到原宵 这个原宵节这个形象上 呃 是什么含义啊 我刚刚已经讲了 原宵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从开春的第一天开始 年初一 那么人家说有头有尾巴 那么春节是原宵节以初初十五为新年 基本上就是告一个段落了 那么有头有尾 这个就是个尾巴 所以一个头和一个尾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原宵家节实际上也是代表人 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圆 什么东西 团圆 对不对啊 圆润 圆滑 或者就是说能够 那让更多的事情能够做得更圆满一点 圆剧 什么圆都是圆子当头的 所以原宵实际上就是一种啊 比较啊 比较软荣啊 让这一天的人呢 能够更更得到更多的加持啊 更多的那个啊 兴奋啊 或者这种家庭啊 身体啊 都能够得到比较啊 软荣的感觉 实际上呢 这个原宵呢 真正的一个故事呢 是过去就有的 在那个皇帝啊 皇帝那个时候呢 在很长很长的那个是古时候 这个这个倒是查得到的 就是每家家啊 家家都要闹元宵 闹元宵是什么 制造一个气氛 制造一个过年的气氛 啊 你明白吗 就像我们那个 我们这个五龙五师一样的 实际上这就是个气氛 让你呢 把旧的去除 把它震掉 震撼的把它震掉 新的迎来 就是这个意思啊 实际上呢 具体的就是说 这个故事呢 是书上都查得到的 从玄学上来讲呢 实际上也是个有头有尾 那元宵节 念礼佛 是否跟三十初一一样 一天二十四小时 根本都能够念呢 不一样 不能念太多 两点钟以后就不能念了 好的 我知道了 那今天这一天 很多人去普陀山上乡 是否可以在普陀山观音殿里面念礼佛 可以啊 可以 那今天如果之前台长开设 今天的肖灾要多念一点 那一天最多能念几遍啊 肖灾一直可以念 肖灾可以念一百零八 可以一直念下去都没关系的 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 今天元宵节目多念一点 大吉祥天女神咒呀 元宵节是传言日子呀 大吉祥天你们求姻缘比较好啊 这也不懂啊 求姻缘的人们今天应该努力点啊 这不懂啊 明白了 好的 谢谢台长开始 还有元宵吃汤圆啊 这也是一种风俗还是什么 元宵吃汤圆的话 实际上也是一种口碑 就是说讨一个吉祥 你说元宵嘛 就是人家说 就比方说是一个团圆 圆这不是圆的吗 对对 圆那么就是团圆咯 吃下去啊呀 很开心啊 虽然是个民间风俗 民间风俗有很多的流传 这些原因都是可以在 可以在那个网上查得到的 但是最主要问题就是说 民间对于一些风俗习惯 他们为什么能够流传至今 跟天上和地上一定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要尊重风俗 这是对的 但是那些不好的风俗呢 有时候呢就有点麻烦了 但是比方说 因为你就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风俗啊 对对对 那你这就叫玄乎的 玄乎在他糊涂的话 你也不一定再相信啊 师父好 弟子给安师台当请安 师父 啊 哎 师父好 弟子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师父不是 呃 下周六就是元宵佳节呢 元宵佳节 从从我们佛学上讲 我们加强什么念 什么经文比较好吗 有什么讲究吗 师父 元宵佳节嘛 从古时候讲呢 是团圆的日子 对不对啊 嗯 元宵嘛就是团圆嘛 嗯 元宵 没有什么 就是希望大家呢 多念一些心经开智会了 对不对啊 可以 你最多念 多少点心经呢 那一天 师父 这个都没关系的 我觉得心经跟大悲祝应该念的 都没关系的 我很多点心经跟大悲祝 你不应该会庝派 还是老太太 我不是 everybody 粉 给 curric